針對北農事件中央頒布的市場專案 就是從24號零點開始 如果沒有持快篩印信證明 是不可以進到商北的批發市場 因此可以看到批發市場的入口 都有工作人員在核查 要入場的人員是不是持有印信證明 做半個小時 他都沒有一張證明給我 一大早就沒有辦法賣戶 現在六點多過後就沒有人了 措手不及 因為像我們要來買菜回去做生意 但是突然才知道要快篩證明 不能進去買菜 篩檢後等20分鐘到30分鐘 快篩結果就出來了 不過許多攤商反應 政策實在來得太突然 還來不及篩檢的從業人員 趕緊到北農第二果菜市場 四樓停車場的篩檢站 排隊篩檢 兩天怎麼沒篩 是排不到嗎還是怎樣 排不到 所以等到今天一大早就趕過來了 市場專案包含全面從業人員的快篩 入場必須持有快篩隱形證明 篩檢站要設在市場附近 也建議用PCR檢測來提升效率 並積極安排北北基討的市場人員接種疫苗 但北農表示市場內還有許多零售碳商等店員 也應該要列入名冊當中 雖然我們列車有4700多人 但是是私機篩選人將近4000人 但是有沒有其他沒有在列車裡面的人員 這是我們第二波必須要交出去的名單 也希望跟市府跟中央爭取疫苗的部分 23號晚間中央和地方達成三點共識 除了一定要持有快篩隱形證明之外 為了不要有漏網之餘 篩檢站也會連開三天 並建立跨縣市疫調資訊整合平台 中央地方積極合力擴大匡列 要保住重要民生經濟 不讓防疫失序 大海新聞 憲宇山李建寬 台北報導 請稿